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但是这样的一份中国颁布的法律 却引起了外国人吐槽 美国山姆休斯登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丹尼斯认为 这部法律更像是对世界的政治声明 可能会挤压台湾当局的外交空间 因为一切国家可能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决定是否要与台湾当局建立关系 要说对外关系的立法 美国是比谁都擅长 从美国政府到美国国会 最善于用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美国议员随便提出一个什么法案 只要获得通过就可以干涉国际事务 或者是对美国境内的外资企业 外国人进行毫无理由的迫害和打压 美国立法机构甚至会强迫其他国家执行美国的法律 也就是所谓的长臂管辖 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倒行逆施 其他国家在立法的时候 也就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了 但是很多国家明知这个道理 却是望尘募集 这与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和实力的强弱有直接的关系 许多国家 尤其是那些和美国有盟友关系 被美国严密操控的国家 主权实际上是不完整的 在这些国家的立法机构当中 有了大量的美国代理人 哪怕是一些对于本国家 本民族的根本利益 有重大影响的法案 最终也只能按照美国人的意志 来制定和通过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 对俄罗斯政府实施的 种种制裁和禁运的法律 就是明显的例子 欧洲国家甚至没有能力 动用本国的法律 来维护本国的利益 在北溪二号管道被炸毁之后的 整个调查过程中 作为最大受害犯的德国政府 竟然连真正罪犯的名字 都不敢提 大概是美国人 已经习惯了对全世界发号实令 因此当中国制定出 这么一份对外关系法 来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时候 美国人就不适应了 中国之所以能制定出这份法律 主要是因为我们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 来制定法律 我们的国家权力机构 是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而不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 在对外斗争 矛盾尖锐 进入特殊时期之后 我们的立法机构 也能够以比较高的效力 完成相关法律法规的起草 审查 修改和通过 并且迅速的进入执行阶段 这在美国的其他盟国身上 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当中国的对外关系法一出台 外电立刻出现了一批指责性的文章 认为仓促制定的对外关系法会吓跑外国企业 吓跑外国的企业家 特别是一些法条 设计的内容比较宽 比如说第三十三条规定 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相应的反制和限制措施 第三十八条规定 中国人民共和国依法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 和外国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国家有权准许或者拒绝外国人入境 停留拘留 依法对外国组织在境内的活动进行管理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 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破坏社会公共秩序 这些法条正是反华势力们所最不愿意看到 最害怕的内容 实际上来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 一种是老老实实地赠钱的 一种是情报和颠覆机构的外围 对于前一种企业 对外关系法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比如说不能根据美国的单方面要求 对中国进行制裁禁运 不能在中国收集不该收集的收集或信息 也不能把不该卖的东西卖到外国去 但总的来说 这些企业的经营不会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对外关系法的实施 还让他们有了充足的理由 拒绝美国情报机关的不合理要求 但是对那些专门来捣乱的外国企业 情况就不一样 对外关系法那就是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 这将对他们危害中国权益的不法行为产生震慑作用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